香港是世界有名的救蜜天堂 由国际品牌到地方特色商品可谓应有尽有 除了潮流产品之外 不少外国游客都喜欢在香港的古馆店尋堡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古馆店都主要集中在中环摩洛街一带 但是因为旧区重建 不少古馆店都被迫结业 部分就搬到荷里活到继续经营 一起看一下当年的报导 早于一百年前 香港已经是一个中外通商的集中地 民国之后香港更加明文世界 不单止是商人 很多外国的市民 也知道东方有个叫香港的地方 香港所以这么出名 据说是和摩洛街有关系的 摩洛街曾经一度在香港古馆业汇水之地 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游览 但那里现在已经面目全非 因为以前古式古乡的旧建筑物 大部分已经在两年前拆射 在旧楼未拆射之前 除了游客之外 也有很多本地人到摩洛街游览 购买古本 但这个现象已经不再出现了 摩洛街以前分上下街 但由于受西区重建计划的影响 下街已全部拆射 改建为马路 叫做落古道 而上街现在也改为行人扣物区 沿途梳梳梳梳梳梳梳 放了一些小饭档和股碗摊 他们大多数是以前下街的无牌摊档 因为不能够分配到新设立的摩洛街市场 所以搬到上街摆档 另外 新设立的摩洛街市场 由于没有人知道 所以生意不好 大部分的摊档都搬到轮近的楼梯街继续经营 造成游客极少再到摩洛街游览的原因 可分为几方面 首先是近年来那里拆楼起楼 部分到游恐防发生意外 所以避免介绍游客到摩洛街 另外 由下街搬到上街的小返牌档 由于没有纪律 在路面任意摆设摊位营业 阻塞道路 而更远的情形就是 街里面到处堆积垃垃圾和杂物 极不美观 一旦经日晒雨淋之后 更会发出阵阵臭味 令游览人视望而却步 现时我们还可以见到 零星的外国游客 个别地来到摩洛街游览 由于游客少的关系 对摩洛街的古玩店来说 现在的生意和旧时比较 实在有很大的距离 根据一间古玩店的老板娘说 因为生意淡薄 又不想结束 他们两夫妇都要出外做工 下午三点之后 才回摩洛街开门做生意 大约七点左右做三铺 他们这样做 就希望等到一天 摩洛街的情况会好转 另一方面 由于荷里活道和摩洛街距离很近 所以很多原本在摩洛街的古玩店 都先后搬到荷里活道 而荷里活道的交通又比较方便 游客容易到达 生意一翼漸漸好起来 对香港人来说 除了一些年纪较大的人 会知道摩洛街之外 年纪较轻的男女 很多都不知道摩洛街是什么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